C. 活佛恩施词训 论道求道所谓地府抽丁 天榜卦明哈哈天空空 明卦何处人心和天 即天榜卦明也 什么叫做一贯道 一贯道就是时时刻刻都要以一贯之 你才能够融合在一贯道里面 徜徉在一贯道的快乐之中 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投入 全新的投入 日常生活就是道啊 人与人之间就是道 道就是自信 就是你的自信佛 道是在日常生活中的 不是来佛堂才有道 也不是到佛堂扫地才是道 你在家里的一言一行都是道 道就是这么自然这么平常 所以每个人不论是富贵平贱 不论是大官或是老百姓 都有权利来修道 道就是路就是理 时时刻刻凭着自己的良知良能来做事 这就是道 平常之中就有道 只要你在任何时候任何事都做得彻底 那你任何时候就都在扛道了 每个人都能尽忠指手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自然就有道 自然就有道 自然就不受法的约束 道在日用寻常之中 修道从日常生活做起 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去做一切事情 譬如做父母的要尽养育子女的责任 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 这就是道 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山有道 水也有道 日常生活都有道 蕴藏在其中 在家里为人父做父亲应该做的事 为人子做子女应该做的事 这就是道 不是在佛堂里才有道 道本来就在自己身上 只是原本不孝德 所以来求知道 处是有方圆 堂方处圆活泼玲珑 随机应变这样 才会有准生 才会原本 有了方针才有目标 如果困在茫茫沧海之中 没有舵手 目标将何处寻呢 所以 无理就寸步难行 个理就是路 理路明确才是道 修道要通全大便 那有固定在某一种方法上的 若只是固定在某一种方法上 那就不是道了 法无定法 能够适用事实 能够应实因地因人而用 这就是道 www.facebook.com slash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bid equals 1,709,268,979,288,429 and it equals 100,006,160,307,892 and comment underscore it equals 1,709,293,369,285,990 and ref equals no teeth and no teeth underscore t equals feed underscore comment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profile dot php it equals 100,347,171,135 and hc underscore location equals youth i 2015年 2月1日 21.54分 刘芳村讲师详细解说 12英元与四圣地 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党 文字进供参考 若有误谬 要一流讲师讲课原因为主 12英元 各位有听过吗 有没有详细研究过后学 把12英元稍微提一下 让我们都有印象 各位前前我们为什么会老会死 好像问题很宽广哦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有生 我们有生就会老就会死 所以会老会死 原因就是生 那我们为什么会生 我们为什么会出生在凡尘也 就是造业 有业了我们才会生 有生才会老才会死 所以生的最大原因就是造业 在12英元来讲叫做有 那个名词叫做有 有业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无名 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无名 不要一下子就想到最源头的无名 中间的过程都很违 我们都要知道 之所以会造业 就是取舍就是我们有取又舍 取舍才造业 因为造了业才受生 因为又生了以后才会老才会死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有取舍 在12英元就叫取 那为什么会有取舍 为什么我们喜欢的都想拥有 不喜欢的都排斥 为什么这样一定要追到它的根源 就是爱跟讨厌 爱就想用唯一有 讨厌就推开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喜欢 讨厌就是因为我们有受感受 外界给我的遭遇我感受到了 所以我产生喜欢产生讨厌 各位前前为什么有受 因为我们有接触 有接触才有感受 感受才喜欢讨厌 喜欢讨厌才取舍 取舍了以后 已经也造成了 才要受生 又生了才会老死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接触 就是因为我们有六根就是六肉 那为什么有六根六肉 就是因为我们有明色 明就是没有形象的状态 色就是身体 那为什么会有明色 就是因为有事 那为什么有事 就是因为有形 为什么有形 就是因为有无明 所以 这才是一个开头 无无明 本来就没有无明 无明就是不知道真理 不知道真理就是无明 好像讲出来的名词离我们很远 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 各位前前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 有 起心动念叫做不觉 不觉叫做无明 爱有我起心动念 那个就是不觉就是从佛庆出来 那个就是无明 老死生又取爱受处 六辱明 色是情无明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我们要能够掌握自己的起心动念 你又起心动念了 就是不觉 不觉就是从佛庆出来 佛庆是觉 那他现在不觉才起心动念 所以就叫无明 那因为无明 然后原形 无明了以后 不管是时间 不管我们的心 整个都在行时 都在走 都在懂 没有停止的 然后行就原事 这原事就已经牵涉到我们上一生 我们前是有跟随相 现在就是债务还没理清 有的是人家骗我 有的是我们骗人 那个就叫事 然后因为有事 个时候在我们的现象里面 我们已过世以后 我们的中英生是过世以后 会去我们该去的地方报到 可是要来头开始后 也是中英生先来 中英生在从地狱出来的时候 看整个大地都好像墨水黑色一片 那只要跟他有缘分 就是相欠债 就有一道道亮光 中英生就会朝着 各亮光直接屈服 就是赶快到那个亮光的地方 那个时候亮光的地方就是他的父母亲正在清热 他就赶快猴入父亲母亲 当成他的身 所以母亲就怀孕了 那怀孕的时候 个叫做明色明就是精神状态 色就是已经营结有情有象的胎儿 你有怀孕了以后 经过两百八十六天就会生 在这个开始有怀孕以后 慢慢长成长成长成以后他就会聚被六入六根 然后到时间到了我们说十月 其实两百八十六天 两百八十天左右就出生了 出生以后就跟凡尘接触 所以小孩子生下来 假如不哭的话 跟小孩子不会活 所以生下来 现在有很多他已经轮回太久 智慧又比较高 他不哭 凡尘这么哭过不来 所以一往住尘是一定会发生出来的婴儿 两只脚抓起来 让头朝下打他的屁股 打他屁股的时候 他就哭了 哭的时候婴儿就活了 哭的时候 零才进 虽然说他的第八 阿赖也是头开就来 可是一生下来一哭 零才进来 才会有过一生 有生意直到长大到老死 就一定是这样经过 所以你跟凡尘接触了 接触以后就慢慢长大 长大以后 你的感受就特别强烈 那一种喜欢讨厌很强烈 所以从处 然后接受爱取舍 到取舍以后 也已经形成就要有 你既然造了业 就要生就要老死 所以 这叫流转门 一直延延不绝在流转 那我们修道 我们可以海灭 海灭就是我们已经落入凡尘 已经在现象之中了 现在我们从哪个地方改变 从受 我们研究真理 知道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假的 所以我不受 我不接受让它进入我内心 是来则因 是去则尽 都是用真理来应对 我们不受负了 以后 各位前前就可以想象 会不会产生喜欢讨厌 不会 不会 没有喜欢讨厌 就不会有取舍 你没有取舍 不会造业 不会造业 就不会受苦 所以 这是一个固定的道理 一定的 不会变 我们了解 可以海灭 可是 我们一定要在心地做功夫 从心情做功夫 我们对凡尘给我的一切遭遇 我要了解那个都是因缘聚会才呈现 因缘消失就没有 所以都是假的 那既然了解到它背后的因缘 我们就不住将所有的受给我 我去应对都是恰到好处就是跟到相合 我没有落入喜欢没有落入讨厌 没有落入讨厌喜欢 我们就没有取舍 不会造业 这一定要自己做的 别人没办法代替 你只要都不造业 会不会受苦 不会 不会了 因为没有原因把你回去受苦 所以我们追 各十二因缘 为什么要跟我们讲没有无名 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在觉 所以没有无名 我们现在有没有都有啦 所以要到那一个无名境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没有无名就没有老死 因为有无名就一定会有十二因缘 是一个连带一个 一直无名缘 情缘 是缘 名 色缘 六 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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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圣地可能各位也都有听过这个名词 个它是有三转十二行法轮 就是是相转劝修转做正转 个苦其灭道 苦就是过报 其就是原因 灭也就是修到以后到其灭的过 修到是原因 都是先讲我再讲应 是相转 此事苦 逼迫辛苦有逼迫 一定要去接受此事迹招待性 我们感受了以后被它招手 然后我们中了业 即就是我们造业 很多的业即合在一起 此事免 可正请就是你可以正悟道即免 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来此事道 可修请 个是至相转 劝修转此事苦 乳因之 此事及乳因断 此事免如因正 此事道如因修 有没有劝修 劝我们怎么样修 做正转然后到最后已经正悟了以后 就已经此事苦 我已知 此事迹我已断 此事免我已正 此事免我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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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一些修 修到的基本 我们基本认识 可能都还没有经过 我们就直接跳到佛地了 以上节路自由讲师解说 请今部分内容 非常感谢天恩施德 佛佛恩施慈悲 开设庆理清法班 诸佛菩萨慈悲 诸多的因缘聚会 留讲师慈悲传达解说 最上乘佛法书胜 以及感恩各位前前提供分享 感恩十方诸佛供养 应用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henadrive.live.com slash it equals 93F6CB7U149U1059 and it equals 93F6CB7U149U1059% 21105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profile.php it equals 100,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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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47,071,135MHC underscore location equals youthy 三宝 be three treasures for new DAO receivers 爱人的医生中 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 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 however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 2500 2500多年前 当世家牟尼佛仍是王子时 清点目睹了人世间之声老病死 他告诉自己 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 于是 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 四处去找寻名师及永久解脱的法门 后来 感恩 古佛为他受祭 最后 他修成了正果 也留下了许多的经典 引导众生开悟正果 About 2500 years ago when Sakyamuni Buddha was still a prince he witnessed the four sufferings of life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he told himself I've got to find a way that leads to eternity thus he gave up his throne and fortune in search for an enlightening master and a way to eternal liberation later he was initiated by Daitamkra Buddha and eventually reached Buddhahood Sakyamuni Buddha's teachings were collected by his disciples as sutras the large collection of sutras have continued to guide sentient beings even till this day 在一般人的思维里 极有价值 和有 又很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而且是人类所一直在追求的 我们才会称之为 今天 您在上天的恩典提诸佛菩萨的祝福下求了道 得了三道 得道就是当初佛陀及无望经来的修行者宗教家 心必生之力所追寻的永恒之路 过去因为天时未知 道是单传独寿 得道者悉 修行者常有 怕破铁邪无 密处之 看 如今上天慈悲大开普度 得道者重 求道者可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虽然得道容易 也是自己累世佛缘根基身后 祖上有得所致 所以当您求完道时 大家都给您道喜 平静 指的力量 记得道者更宝 在乔异 称之計 福下 道 is the way to eternity that Sakyamuni Buddha, countless cultivators, and religious people had been searching all their lives. Before 1930,道 was transmitted on a one-to-one basis. An enlightening master could only transmit doubt to a unqualified individual because the timing for universal doubt transmission was not right.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eiving doubt were scarce due to the lack of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an enlightening master and receive doubt. What a pity! Because of the grace of heaven, now is the time for universal doubt transmission, and therefore, many peopl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doubt. Although it may seem relatively easy to receive doubt, receiving doubt is actually based on your affinity with Buddhas, your deep spiritual foundation, and the beneficence of your ancestors. Thus, after you have received doubt, everybody would express their heartfelt joy and congratulate you. 依照三宝来修行的话,可以帮助我们。 第一,跳脱生死轮回。第二,净化我们的业力,改变命运。最后,返回天上的不佳乡。 第一,跳脱生死轮回。第二,净化我们的业力,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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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业力, 一般的业力,改变我们的业力,改变我们的业力。 到这个世界上,每来一次就会造些业。 慢慢的人生路上,总是有着诸多的不如意抱怨忧愁烦恼病痛等。 面对命运的家所与生死的轮回,却不知所错,更无法跳脱出来实书无奈。 Because most people as destiny are led by their karma,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repeatedly without choice. Each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would accumulate some karma, good and bad. Therefore, their long journey of life would be fill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complaints, worries, annoyances, sickness, and sufferings. Life as journey is never what we expected. Most people are imprisoned by fate and trapped in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They feel helpless because they failed to find a way to become liberated. 我们人的身体只是灵性暂时居住的房子。 当生命旅程结束时,灵性会脱离身体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而求道时得到的三宝就是回天的凭证。 这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以下世上是需要您放在心上的义。 不将忘记三宝。 也不可以泄露三宝。 然而不拌到败得三多了愿。 多行功利得。 如此,我们才可以回天上的故家乡。 our physical body is a temporary home for our soul when the journey of our life comes to an end our soul will leave the body and enter another world the three treasures you have received are the token for returning to the heavenly home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our lives the following are the three main points that you need to keep in mind one do not forget and disclose the three treasures two do not do anything illegal immoral or harmful to yourself and others three do as much as you can do fulfill your vows and accumulate merits and virtues by following these three points you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the heavenly home now let us briefly introduce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first treasure heavily portaled the main gate to our true nature slash true self 在庄严神圣的求道仪式中 便传师在我们的玄关窍这么一点 便燃了自信之光明 当下玄关窍立刻现出了如同绿豆大小般之佛光 我们可以看一下个宗教圣人的画像 每位圣人之头部都有一个光圈 此光乃是自信之光 借着后续的修行及行功力德 此佛光会逐渐扩大 最后就像个教圣人的光圈一样 地光亮圆满 将献出来的智慧及德行 随着因缘愿力而自处立一众生 During the solemn and holy Tao receiving ceremony Tao transmitting master want at our heavenly portal to illuminate the light of our true nature a small halo will radiate from the heavenly portal immediately afterwards if we look at the portraits of the saint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we will see that they all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hich is the halo behind each saint's head the halo is the light emitted from the true nature the halo will expan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ultiv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merits and virtues eventually our halos can be as round and bright as the halos of the saints then the wisdom and virtue we exhibit will accompany our vows and affinities to benefit all mankind 玄关是一个正门也是修心的下手处 行著坐卧之中 常收束身心 從玄關發出之念头 都是正念慈悲心 喜社心、智慧心 心提心念在玄關 在用玄观去听去看去应对一切事物,便能与佛菩萨以心应清。 在用玄观看来是因为它是充满意,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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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求道是了解我们有的真主人,真主人也是住在我们的家里面,每间房子都会有主人的房间,主人有主人待睡的地方,客人有客人待睡的地方, 这不能错乱的。 receiving道 is to help us recognize the true master,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 now, we know that this true master lives in our house, every house has a master bedroom, the master bedroom is the room where the master sleeps in guests have to sleep in the guest rooms because only the master should sleep in the master bedroom. 各教经典也有关于玄观跳之论述,自曰,谁能初步游户和墨游私道,也每个人要走出房子都要经游门户。 这肉体由如火宅,修行者遇造脱似火宅之束缚,何不走这一条光明大道呢? the classics, sutras, and scripture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all contain descriptions of the heavenly portal. Confucius said, who can go out without using the door so why doesn't he anybody follow the way? everyone gets out of the house through the door. The physical body is like a burning house. A cultivator needs to take the correct and bright path in order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finement of the burning house. 圣经里也提到, testimonies of the heavenly portal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holy bible.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The light of the body is the eye. 你的眼睛弱了。 店里面。 員工人。 店里面。 店里面。